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旦坐着不动 哪怕只是一分钟 就会感到四周的寒气 才向自己逼近 在路上的时候 我并不是在哪个地方 都会生活搭帐房 比如在这个世界的森林里 这飞行走兽 都知道临冬即将来临 所以都在加班加点着囤积食物 虽然很难看到他们的声音 但我好像总能听到一些细碎的声响 从背后传来 这个时候我就比较担心自己 也会被他们给囤进洞 但要是在成交河畔的草地上 就没有太多必要去担心野兽的出没 这里远离山区 地势平缓 雨季早已过去 河水已进入枯水期 篝火 热茶和收音机 会让我觉得自己 并不是一个人在旅行 可能唯一可担心的就是 这一大早 就会被牧区的早高峰给吵醒 我看我现在被羊群围攻了 好多羊 天哪 霜降 其实并不意味着降霜 因为在西北 这些五彩平纷的颜色碎片 会把秋季留成得更加漫长 五彩平约的颜色碎片